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上个礼拜 针对新闻龙卷风的报道的部分 有许多的观众提出了批评跟指教 我们新闻龙卷风团队 还有包含我们来宾彭华盖 我们都虚心的接受 节目中对于该女性呢 我们深深的感到歉意 另外呢 在许多的女性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 看到了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可能心里面会感到有所不适 我们还是深深的感到致歉 对于4月4号新闻龙卷风的内容 主要是呈现太阳花和野百合 两个学运的世代学运的不同的差别 节目的内容中 如果说对女性有任何的物化 或是抹黄或是情色化 这绝对不是我的初衷 也不是本节目的初衷 但是我们也深深认为 我们有检讨跟修正的必要 如果对这一位女士 或者社会大众妇女朋友造成不适 我们深深再次对这些同胞们 再次鞠躬致歉 华干哥对不起 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现场 以我所知的你 你不是那样子 人家所形容的那样子的人 可是确实你的用语 跟种种的整个氛围 会让人家误解 而且不只是说那位女士 或者是女性 而是所有观看那个节目的人 其实都会觉得心里打个凸 说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我相信你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确实造成那么大的误解 请您见谅 我很直接的讲 真的那一天的 那一天的您的言论 跟您的惯用的手势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的不愉快 那我是在场的女生 您可不可以再跟大家 再道歉一次 好 那我跟主持人再一次 再一次向各位观众表示 因为我的肢体语言 也许比较多 但是还是那一句 我真的没有误化他的意思 对于大家所造成的 不愉快的感觉 这一次也希望能够 得到各位的谅解 我们再一次为这件事情 向社会大众道歉 新闻龙卷风 本着多元报道 多元发声的一个 最主要的精神 还有一点 我们要挖掘的是 新闻的真相 当然希望在台湾的 这个社会当中 不要对立 不要暴力 而是一个和谐 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开创 而努力 但在今天呢 我们注意到 在今天的立法院 已经21天的时间了 昨天呢 立法院的大家长 王金平院长 也到了立法院里面了 那学生这样子 21天的抗争下来 是否今天就准备要退场呢 其实学运占领到现在21天 正反的舆论呢 也越来越透明化了 那其实根据各媒体 所做出来的民调 现在希望学生离场的 也比还支持学生 留在那儿的人 还要来得更多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人讲 说学运线的处境 可以用一首打游诗来形容 什么打游诗 小老鼠上登台 投游诗下不来 叫妈妈妈不来 吉利咕嚕就滚下来了 不过学运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王金平 王院长 立法院的大家长来了 那不是小老鼠 已经有妈妈来救他了 而且不止 他来了 还带来一个大礼物 他直接讲 他支持学运的理念 就是先立法再审查 而且呢 这段期间 他再也不做朝野协商了 连国民党都出来哀叫 说 哎哟 我们都被出卖了 你不然学运诉求不就达成了 对 如果连国民党都被saving了 都说被出卖了 代表说 学生你的诉求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 真的就是光荣退场 见好就收 好 那如果 你们还要继续反下去 还要继续占领立院 还要继续抗议下去 直到福报退回 你们才愿意离开立院的话 那到时候你就不要逼得 你这位妈妈王金平 都不得不做出 要驱离立院的这个命令 就不能怪他了 那其实啊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连续假期 在这样天气的因素 事实上立院内外的人潮 都明显的变少 结果这个时候呢 黑岛青就在清晨5点的时候 就马上在FB贴出了一个声明 他讲了 他说 我们还在 谢谢 你们也还在 意思就是要学生 能够继续奋战到底 坚守立院 那为什么黑岛青 要贴出这样的一个贴文呢 我等一下说 但我先讲 各位还记不记得 4月4号儿童节那一天 那时候绿营的立委 林淑芬曾经也贴了文 他说啊 我告诉各位 这个 震报警察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在立法院行政院总统府集中 等待下一步指令 跟各位讲 结果有吗 完全没有这回事 只虚无有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之前就提过了 当学运的人潮一旦变少 或者里头有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可能已经开始有分裂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要嘛有人出来喊话 以一种造谣的方式抹黑的方式 说有人要来反攻了 有人要来驱离 有人要来 可能要来以暴制暴 怎样 你这么讲不就像是狼来了 狼来了这样子的叫法吗 那如果呢 是另外一种声音就是 他不是用造谣的 他是用细心喊话的 就是讲感性的发言的 其实目的都一样 就是希望这些学生不要走 不要跑 要留下来 就我们讲 做生意的话 这叫抠客理论嘛 是不是 那针对到底现在学运的人 到底什么时候该退 其实媒体也很关心 就有记者呢 在访问林非凡的时候就问 就说 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退场 林非凡避而不答 然后就开始就是 顾左右而言他 这记者呢 有些记者他就继续追问 追问结果呢 林非凡就说 说了没 你刚才这个问题不是问过了吗 直接就给他打枪回去了 就不耐烦了 这样子喔 那其实林非凡他针对 因为我们都看过 林非凡的口才 针对他的理念 他的诉求 而问的问题 他可以跟你长篇大论 但是如果你踩到他的痛处了 你刚好踩到学运现在 进退两难的一个痛处的时候 你是刚好在这尴尬的场面 那他当然就觉得你 是不是问太多次了 为什么不能问呢 难道成烦神害怕这些问题吗 一言堂啊 就这么简单啊 之前不是也有他的同志爆料 说跟他一起在开会做决议的时候 提出不同意见 他都会说 这个等一下再说 对不对 我们之前来宾就讲过这段 是不是 那除了这个 里面有已经开始媒体在问他 到底什么时候退场 连里头都有 刚刚跟他一起来做学运的人 都想问他 你是说 连里面自己都有内部不同的声音出现 都问他反省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退场 现在就传出说 黑岛青 那个常常对外 发言的这个学运团体 他们现在就传出来说 他们已经有很多人想退了 可是林非凡 你自己不想退啊 结果林非凡这时候 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他讲 他说我觉得他们也有 他们自己的意见 那就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所以林非凡想退了 他们黑岛青想退了 结果这些其他的学生社团不想退 可是不对啊 问题是 你现在这样讲 你是要抛弃你昔日的战友吗 就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同吗 就因为他跟你决策 亲人小组的意见不一样吗 人家现在看到了舆论 看到了现在所有的民调 人家认为该光荣退场了 可是给你这样的建言 你不听 还有 这又让我想到 当初公安行政院的这件事情 林非凡也是 大笔一灰 直接切割 就说 哦 这个呢跟我没关系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当你需要用到人家的时候 你叫人家跟你一起冲 可是呢 当人家跟你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直接切割 嗯 这 不是已经明摆的在 大家 在阳光下看到的吗 是不是 所以难怪 在邀西流会说 你林非凡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当然这是你昔日同志对你的评价 这不是我对你的评价 但你要去检讨是为什么你昔日同志都会这么讲 好 现在他们又发表最新的说法 说这个不是要退场 是转进 啊 也就是说他们还要他们继续求他们的理论 只是要转进而已 我说真的 学生们 你们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不但对不起那些被你们 因为占领立院而损失的公帑的那些纳税人 还有一点就是 你这叫人家庆库 当王金平都出来了 连很不愿意出来的王金平都出来了 代表您真的该光荣退场 对啊 我们说到这王院长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立法院是谁的 王金平院长的 王金平院长在现在21天了 到了第20天的时候才出现 那前面19天呢 王院长究竟在哪 王院长大家呼喊着 好像都没有出现 神隐了 但是你注意喔 这是否是王院长他精心策划的一条连环剂呢 立刚我们都知道 王院长年轻的时候干过什么 他当过数学老师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很会帅 所以他算术很厉害 但立刚我跟你讲 就我昨天看到王院长在立法院出现之后 我发觉我以前完全误会他 怎么说 他其实不只是数学老师 他是国学大师 这么厉害啊 我跟你讲 其实你看 他昨天一出来讲 不是国民党好像觉得被出卖了 被打脸了 对不对 他说先立法监督再协商服貌 你看这个讲得好像跟太阳花学运跟民立党 他们要求完全一样 先立法监督后审查服貌 听起来完全一样 这样的字句不是完全不谋而合了吗 对啊 那就是你王建平已经完全向绿营靠拢了 是啊 那你国民党要求同时立法监督审查服貌 就被出卖掉了 所以国民党这个版本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你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你就错了 你中文没读通 怎么说 我跟你讲立刚我是中文系的 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不一样的意思 什么还有不一样的意思 这其实是三种不一样的意思 立刚我知道路容病最近很流行 但是大家一定要把眼睛里的路容刮干净 看清楚 王建平讲的是先立法监督再协商服貌 协商服貌 然后民进党讲的是先立法监督后审查服貌 那协商跟审查服貌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我跟你讲这个怎么说 我待会再解释给你听 但至少听起来好像跟国民党这个也不一样 对不对 国民党要求同时立法监督审查服貌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差距是比较大 可是王金平对这两种说法 其实都留有空间 是这样子 是 我跟你讲 这个到底详细怎么回事 我待会再解释给你听 但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知道黄昭盛委员 跟王金平院长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黄昭盛委员 马上跳出来讲话 跳出来了 他没有觉得自己被出卖 至少他不觉得自己被出卖 对不对 他出来帮王院长讲话 他说现在院长已经给你们学生一个金楼梯了 你们也该研究退场机制了吧 金楼梯 金楼梯 变成三把斧头了 我会直接砍在你学生的头上 我就叫你立刻退场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先礼后兵了 当然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王金平 完全同意了学生的见解 是啊 对 所以学生 你已经没有任何正当性留在立法院了 你应该要退场了 可是实际上王金平说了什么 其实他什么都没说 怎么会 他其实什么都没说 他进去不是跟学生说了很多 学生那么欢迎他 学生那么欢迎他是那么欢迎他 可是问题是他除了握手 说了一个先立法再协商之外 他其实并没有承诺什么东西 我们仔细看一看 监督立法的程序是这样 我们就两岸监督条例来讲 因为他是法条 所以他必须经过什么程序呢 委员会审查院长协商 然后二读 三读 最后立法完成 对不对 这是一般法条的审查程序 可是福茂 福茂我们大家都知道 福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他现在已经退回委员会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就在委员会里头 所以他是回到原点原始状况 就是委员会审查 也就是张静忠 那个30秒不算了 就重新回到 重新再来一次开始 对 所以呢 你现在就可以审查 对啊 他只是说不协商而已 你现在就可以审查 所以现在可以审查 所以其实 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审查 你可以这边启动 我开始审查 我王静平可没有说不能审查 我只是说不要协商而已 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步骤这个可以进行 这个也可以进行 再来这边往第二个步骤走的时候 我这边可能没有进行 但是 我可能也可以进行 也可以进行 对啊 不一定啊 我有说到立法完毕之后 我再协商吗 我有这样讲吗 我王静平有这样说吗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变成说 我院长这边我先不协商 我也可以先不协商 也可以协商 我先不协商 但这里在协商 这中间的巧妙处在哪里 在哪里 现在我跟你讲 我们王院长就好像周伯通一样 双手互搏 我一下去摸摸你学生的头 一下去摸摸你国民党的头 那我看哪一个头比较好摸 我就比较靠向哪一边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今天你要 就是说你也可以直接委员会审查 我院长直接协商 我也可以领导协商 但是为什么 这个他就要等一个人 等谁 等谁 等马英九 等马英九 你马英九来跟我磕头啊 你磕得让我高兴啊 你让我回到五人小组啊 你让我重新有权利啊 我就点点头答应我帮你协商 所以现在最后的最主要 他还是掐着马英九啊 当然是要掐着马英九 不然你以为他回来干嘛 对 他就是要要回他的权利嘛 这非常单纯 非常明显的事情嘛 那当然如果说你国民党 好不愿意要我协商 你还要硬闯 那可以 又回到原点嘛 那大家就开始比一式程序嘛 那我们都知道 立法委员的比一式程序是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比劍道 什么叫劍道 很简单 就是我泼泥水啊 你抢我麦克风啊 我们大家互相推起啊 又打成一团嘛 这个就是立法院最厉害的事情嘛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王 王金平满盘皆引 大家都输 可是实际上未必喔 未必 所以外一一切真的 又重新回到原点 学生不满情绪 有可能会再爆发 然后国民党可能也觉得 你又 你真的背叛我们了 民党也觉得 你当初又骗我了 那三方都得不到好处的话 王金平 你是不是能够一定撑到2016年 其实又很难说了 韩兵这么一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现在王金平王院长他的做法 用这样的方式 中间好像有许多的模糊地带跟空间 国委员我想问你 王院长的做法 会不会是先让学生走 后面大家再来各说各话 韩兵讲到重点 我们把它具象化 就是说下礼拜 礼拜一张庆宗一定在委员会 再排服帽 对不对 那照王金平的意思是说 这个还是可以照走啊 对啊 那问题就是说 民进党要不要让张庆宗省啊 所以这个礼拜 就是说这个礼拜 如果是明天顺利的话 他可能会让监督条例 在礼拜二 全部都复委 都进入程序委员会 然后如果顺利的话 比如说礼拜四 学生走掉嘛 那礼拜五呢 就正式第一次开院会了 那这个礼拜五 王金平就把这些监督条例 全部复委了 那就表示说 我监督条例有进入议程了 所以民进党 你不要再挡下礼拜 那个委员会的服帽审查 因为王金平的承诺是说 刚刚韩兵讲的对 就说服报审查你让他走 可是我不会协商 所以民进党你不用担心 这个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 那你要信任我 因为我长期跟你们老科 那么好嘛 你要信任我 信任我就说 这个罚是在他手上了 就说我会让你监督条例先走 那你们就赶快走 到二读啊三读啊都好 那服报审查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嘛 因为坦白说那24个条文 64个这个开放承诺表 如果民进党还要求你什么 就业冲击报告啊 产业冲击报告啊 那已经闹成这样的 所以一定是网路是 搞不好是及时转播啊 所以都是在大家 国人的眼前在进行哦 所以服报那个主条审查 可能会蛮慢的啦 那这个立院 我刚讲那个监督条例的部分 可能会走得比较快 可是这两个就是 这两个就有一种互动关系啦 那那个互动关系 哪一个快哪一个慢 就握在王金平手上 好 如果握完王金平手上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志贤 像昨天的时候 国民党说到了 我好像被骗了 国民党真的是被王金平骗了吗 我也不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老是 那么容易被骗啊 就是不用诈骗集团 就可以把他骗得呼隆呼隆的 可是你不要忽略了 王金平他可不是一般的哦 他不但是物理学大师 还是心理学大师 还是化学大师 还是武功大师 这么厉害哦 物理学大师为什么 他找到这各方里面的 一个最大的支点 你要能够算得出 那个物理学那个支点 然后心理学大师 他抓到每一个人要的心理 你看 那个行政院长 去跟学生见面的时候 是被七次打断讲话 叫你滚 学生直接叫你滚 可是王金平进去的时候 是学生跟他相濡以沫 气氛非常愉快 你看那画面上面 对王金平院长这么的礼遇 怎么态度 决然是180度的大转变呢 春风话雨的样子 所以是心理学大师 化学大师呢 是他拿的东西 跟每一个人都有交集 都可以结合成一个新的化学体 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他跟民进党 那个老科在他旁边 好像是同一党的一样 然后他跟学生 好像那个学生 是他带来的一样 你知道吗 那个水乳交融的关系 所以是化学大师 那武功大师叫做什么呢 乾坤大挪移 他把这个 这个欧梁赛党 全部转一转以后 哇 变成是他的场子了 所以说 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 那我想说 这一场是 史上最荒谬的示威 史上最昂贵的鲁人勒俗 俗金不断提高 然后呢 史上最爽的学运 有人 古往今来自有人类歷史以来 有人学运搞到这么爽的吗 没有 然后 最不守法 不讲理的 我讲 我讲为什么不守法好了 他学生讲说 你要先立法再监督啊 任何正常人类 听到这样话 讲一定 对啊 学生有理啊 对不对 没有理 没有理 我们现在没有法吗 我们现在 签ECFA 是按照法去签的 签了ECFA 下面的服帽货帽这些协议 是跟着ECFA的 那依据什么法呢 郭伟委 我讲错的话 你修理我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叫做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有啊 台湾人民关系条例 是啊 全名叫做这个啊 叫做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的政府的陆委会 是根据这个条例 这个条例就是法啊 对 根据这个条例设的 然后两岸的谈判 包括直航 小三通 ECFA 全部都是在这个法下面啊 那请问郭伟委员 这个法废了吗 对 人家认为不够嘛 那你不够是一回事 所以要监督条例嘛 不是 郭伟委员 你不够的话是不是说 好 那我就来发动 我来立一个法 来取代这个法 但这个法 还没有被取代之前 这个法还活着呢 是啊 他活跳跳的 还动来动去 这个法还活着 那你现在的服帽 是在这个法的下面 你签的嘛 那你应该是立了法之后 那你有个日出条款 就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法生效了 然后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法里面 有关协议 那里面 四字二 四字三 四字四 五条 五字一 五字二 要我念下去吗 所以才希望先立法 就这意思嘛 但这些 现在变成 可是你不能搜集既往 你有讲这个两岸 那边立法院同意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学生认为 好像根本没有人在监督 他生过 问题是有 现在还是有 他有些 不用改法律的 你要被查 你至少讲起来 要变没有 我们的媒体在做什么 立刚 我不懂我们台湾有媒体 你不要去吵过去的事了 我们要向前走 反正 台湾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说你敢的你就 你敢吃 你敢吃就是我的 你不要跟我说 我补充一点 老王为什么可以这样干 坦白讲他是院长 朝野协商的权力在他手上 你国民党敢开除他党籍吗 他是不分区 开除党籍 他就没有立委身份 你立法院长敢改选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 坦白讲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 就是老王就坐在那里 他就是院长 朝野协商都要经过他 所以他就是抓住 他这个朝野协商的筹码 这个叫绝对筹码 好 这个筹码抓住 那尤华哥我想问你 那现在学生该不该退场了 他现在筹码全部都抓到手里了 那如果说学生不满 又再把立法院给攻了 那会变什么样子 好 那我现在讲 郭振亮正好也在 我希望他同意我的说法 第一个 今天是哪一个人最希望学生退 民进党 这个门省党 这个门省党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他们现在希望学生退 第二个 谁希望学生 谁请求学生退 民进党 各个地区的候选人 他们请求他们赶快退 柯文哲 柯P不是讲了一句话 你们搞了21年 我连一个版面都没有 他说那我损失多大 对不对 有没有 柯P现在是大甲妈祖 大甲妈祖 拔下去真哪走 九天八夜 九天八夜 请问 有没有一则新闻报导出来 没有 好 第三个 坦白说 现在指导学生的这些人 有几个是我过去的朋友 过去他们跟我通话的时候 就讲我们的战功如何如何 现在再讲到了一些退场机制 他征求我们的意见 希望这个退场 要怎么样退的圆满 那这些人就显然 学生里面有人主张要退 学生 那现在第四个 我就讲到第四个 谁不希望他们退 两个团体 国民党不希望他退 希望你闹得越久越好 那我清理战场就有正当性 所以国民党认为 时间从老王出来那一天 时间就站在他们那一边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 国民党的炮火越来越猛烈 说你们的正当性如何 你们的合法性如何 等等 国民党需不希望他退 现在已经不希望他退了 反正局也走到这个 现在更可怕的 你挟持学生 不要退的 坦白来说 社团的人 根本不想让他退 我好不容易 我有这个舞台 但有阿哥 你刚讲到国民党 不希望退 那你意思是说 国民党如果说这个旋律 再继续下去越久 对国民党的获利 会越多吗 不是获利越多 反正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我老王都已经出面了 我都答应你了 我现在要找一个清场的 正当性合法性跟合理性 所以国民党说你不退 也没有关系 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场 那我不是说对他获利 因为你要清扫战场 必须是行政机关 哪有王坚平去指挥警政署的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国民党在蓄积这种能量 但是我必须要劝我社团的部分朋友 如果你们再主张不退 让国民党找到了合法性 合理性正当性的话 到了最后清哪一个人受罪 不是这些社团啊 这些社团都是晚上两三点钟 在下指导席 而受害的是学生 所以我希望学生听我一句话 你们假如是有自主性的话 你们就自我决定要不要退 不要再听社团那些人 给你下指导席 究竟学生到了这两天 会不会有退场的状况呢 可是今天呢 陈卫廷喊出了他支持台独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